因為其實這一雙台灣本身沒有進 特別謝謝他們 就是幫我調了這一雙 你看是他漫畫的頁面 當你收到你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整個人已經沉浸在 美少女戰士的這個整個氛圍裡面了 他做的很像一個絲襪的材質 上面一樣幫你做到了 絲滑洛士奇的水晶 前面做到一個就是 你知道美少女戰士的那個LOGO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連鞋跟 酒跟杯 變身 Lady月亮懲罰你喔 去死吧 臭XX 有沒有很漂亮 你自己說 珠光粉 你發現他就很珠光色 你看他的背帶 小念 你打死他 你是不是那個愛心 然後這個呢 配上這樣子 有沒有很漂亮啦 這裡寫什麼 月光仙子 你 Jimmy Choo就是有跟 美少女戰士做的一個聯名 在這邊先謝謝一下 Jimmy Choo 台灣的公關 因為其實這一雙 台灣本身沒有進 特別謝謝他們 就是幫我 調了這一雙 但是因為其實我前面就跟Jimmy Choo 也有一些淵源啦 他們家每次只要出桃紅色 就有很多人會來Tag我這樣子 我這樣看好像沒有穿衣服 因為我這個袋子完全 遮住了我的衣服 小念起尊重 太漂亮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一樣有這個 哇 聯名啊 聯名才會出現的東西有沒有 它是不同的顏色的代表 你看這邊有 Cella Moon 然後跟這個Jimmy Choo 這樣 然後連這個鞋盒上面 也有 就我覺得就是我很喜歡這些小細節 裡面的這個小卡片 以往都是一本這個Jimmy Choo的 你看現在還會多一張 Cella Moon的 小地方可能你們覺得沒有什麼 他連他的防塵袋 等一下 姐 我試重點拿去 他的包裝 是卡通 對 是那個 他漫畫的頁面 對 你看是他漫畫的頁面 當你收到你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整個已經沉浸在 美少女戰士的這個 整個氛圍裡面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 很喜歡聯名 小妮也看不懂 小瑤也看不懂 你懂對不對 我說觀眾懂對不對 你 你 大直 黃小姐 這一雙呢 是這樣子 他有出一雙全部是賺的 那雙剛出的時候 一堆人瘋狂的tag我 我說 怎麼你買那雙啦 寫你名字啦 怎樣怎樣怎樣 有的沒的 這樣子 你們這張張張多少錢嗎 多少錢 40萬 還好啊 對你來講 不是啦 問題是 我還是要有點 實用性 跟實穿 那這一雙呢 沒有實用的感覺 這雙也是同時期出的 那大家仔細看一下 他做的很像一個絲襪的材質 上面一樣幫你做到了 絲滑洛世綺的水晶 前面做到一個就是 你知道美少女戰士的那個logo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連鞋跟 九根杯 然後這一雙是我的尺寸37號 我跟你們講 他這邊都有防花膠條 因為這種靴子就是要穿得像襪子一樣 他現在好像襪靴一樣 如果今年萬聖節我扮美少女戰士 我一定是穿這箱 先不要 你憑什麼說不要 你還要來拍啊 不要啊 你怎麼說不要啊 整個女神可以扮 我們不能扮 我偏偏要讓她一起跟我扮 美少女戰士 不要啦 怎麼樣 不要啦 如果你把這個裡面的東西都拿 拿掉的話 其實他裡面是穿高跟鞋 然後他再做一個襪套 在外面 所以你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高跟鞋的 一個底 但對不起這種鞋子就是要穿 欸 姐 它是不是有那個美少女戰士的樓口上面 中間那邊 這裡啊 有嗎 有一個月亮 所以其實就是你知道它很多東西 而且它的這個布料的彈性非常的好 給你們看一下 它真的就是 非常的貼腳 你看 它像不像穿一雙襪子 它真的就是一雙 襪靴 它穿起來其實是蠻舒服的 有的時候像這種襪靴啊 它一定要 坐得很合腳 才會漂亮啦 那你們自己看一下 它那個合腳的程度 是不是真的很像這雙鞋子 是為我量身定制的 她姐妳幫我右手幫我幹嘛 這樣 這樣快 變身 嗨 天月亮 懲罰你喔 是嗎 去死吧 臭XD 這種名牌的鞋子 它要帶一點銅去 但它還是要有點時尚的設計 如果它是黑色 一定會一堆說 好好看 好特別 好怎樣 但是它就是要做這種顏色 因為 這種顏色 大品牌做出來 不慫 而且 你們自己看它每一顆水晶的位子 然後還有前面 還有它的工藝 它要把它做得像絲襪 但又不通敷 它也不會過緊 然後它是真的 真的不會掉 就是如果我這樣站起來 你看 我認真講我是很喜歡美少女鑽翅 原因是因為她的光復健衣博 但是你這雙我看起來很像包膜包太高 想念時尚繁指標 Hash tag幫我打在這個地方 想念時尚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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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你看我這個香奈 我之前買的這個包包也有配 他們明明就是一家人啊 他們可以配得起來啊 姐我知道你們缺了什麼 什麼 是黃色手套 不是嘛 他有沒有聽懂我意思是 我上次不會穿這個洋裝 我可以穿別的東西 但是你看我一樣有配到一個朋友 我配到一個朋友 是不是就中了 姐那問最後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們 這一雙的價格 7萬出頭 能不買它嗎 還是我買一個黃色高溫鞋 那我再幫你包嗎 可能需要不用 你自己說它漂不漂亮 這種東西擺拍有沒有 是不是很搶眼 姐我認真講啦 Gimmy Choo真的把你腳的演戲 就是很漂亮對不對 是不是很優美 就是你們真的看照片跟看影片 你們都沒有辦法體驗它工藝之美 我就覺得它很美 好啦姐那個電話給我加回去 接下來這個 這個包包 我覺得它還是寫我的名字 不過我們呢 因為小聶也一定懂 要流淚了 小聶 看一下它漂不漂亮 有沒有很漂亮 你自己說 珠光粉 你有發現它就很珠光色 然後最棒的是什麼呢 你以為就這樣嗎 NO 你先看它扣子是什麼樣子 你先看它的扣子 有沒有看到 透明的 透明的有沒有 然後你有看到這邊是什麼 它做像巷子珠珠 你有發現嗎 然後你以為就這樣嗎 然後你以為就這樣嗎 Nah yeah 各位 你看它的背帶 小聶 這是佛珠嗎 還是 這是你知道嗎 你要修正陽性嗎 你打死它 不是要修正陽性嗎 你看這個愛心 然後這個呢 配像這樣子 有沒有很漂亮啦 這一顆 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你仔細看一下 它跟我的帽子 是不是一家人 You see what I mean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 竹竹這個上面 有三個香奈兒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個整體的 啊 也不用去櫃上問了 英文你們不會看到 那剪這個多少錢啊 你猜多少錢 25吧 18 是不是可以接受 皮豆 它有一個毛泥 毛泥大概是17 那我覺得這個皮很特別 然後這個光澤 我覺得很美 然後再配上它這個鏈帶 但確實這個算是少數的那個 這個整體感都會讓我覺得很特別啊 這個不算廢包吧 這可以裝很多東西嘛 對然後它整體的設計都會讓我覺得 我滿喜歡的 很有我的風格 對然後也可以配我之前買的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就是以上 我的開箱